如果你要重寫很簡單 我是建議你乾脆直接拿上面的這個 這個sub End sub 把這個 sub到End sub 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底下的清除 跟這個還蠻像的 所以我直接乾脆拿這個來改 把他的sub後面的名稱改成清除 所以我直接拿上面這一段 然後直接把它貼上 那你說老師這個不是清除 如果要改成清除怎麼改 很簡單 你只需要把等號後面 改成什麼 什麼都沒有 不行啊 要兩個送 對 沒錯 所以懂得舉一反三應該就簡單了 像說程式本來就是 你很直覺的 如果你假設 很直覺就可以把它寫出來的 那其實 慢慢你就會抓到那個要領了 所以寫程式慢慢就會 所以蠻得心應手的 那至於程式該怎麼寫 就是說因為程式 寫法非常多種 那至於要怎麼寫 其實有時候都是我自己去踹出來的 所以你會發現 我寫出來的程式跟坊間的書籍 寫的程式完全不一樣 也不能說完全不一樣 大部分不一樣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坊間書籍要寫一大堆程式 我跟各位講 坊間書籍有幾個地方 是可以 讓它精簡的 第一個 VBA裡面的變數不需要宣告 你說老師要宣告也可以 也可以不宣告 所以可跟不可 那我就不可就好了吧 沒影響 沒有影響 OK 所以特別是有 坊間書籍很喜歡宣告一大堆變數 但是VBA的特點是 它其實是 不用宣告也沒關係 所以把它改成兩個雙引號之後的話 把它執行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清掉了 再把它執行 它又可以執行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希望把這兩個變成兩個按鈕 放在旁邊的話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就切到這邊 把這個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的去極 有沒有按鈕不用重做 重新指定它是一個什麼 叫刮鬍自串底線公式 有沒有啦 把這個複製名稱按確定之後 把這個改掉 有沒有 就跟剛剛改按鈕一樣的道理 那你說老師 我要重新做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你浪費時間而已 所以你這個地方按確定 然後把這邊改成叫 清除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 直接按一下 它就輸出 然後按 就清除了 那跟你說老師 跟剛剛有什麼不一樣 最大不一樣是你自己寫的 有沒有 所以你自己寫的 在這邊 然後你錄的在上面 當然啦 反正 都是 可以 產生程式的方法 沒有問題 OK 只是說自己寫 當然相對你必須要學習 一些基本的 規則 其實除了說錄製聚集之外 還有自己寫之外 如果你說老師 那我實在不會寫怎麼辦 那你用錄的啦 如果實在不會寫啦 現在有AI啦 聊天機器人 我非常推薦 如果你實在不會寫的程式 你可以 問那個 CHAR GPT 你有什麼需求 你可以在那邊打 他真的會幫你寫出來 而且寫出來程式 真的沒有問題 而且非常好用 因為現在很多業界的工程師 為了要節省那個開發的時間 他乾脆直接問CHAR GPT CHAR GPT就會給你 你需要的程式碼 你是真的可以拿 這個程式碼拿來用的 而且RUN 但是RUN不見得 一定是會100%正確啦 所以 剩下來你可能還是需要看懂程式 知道程式的規則 如果有BUG 你可能還是需要有 解BUG的能力 不然的話 可能 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CHAR GPT是真的可以幫忙 可是前提是 你 自己要懂一點程式 不然 可能也是會是問題 因為我發現 常常那個CHAR GPT 有給我的程式 但是我常常遇到 有BUG的問題 那還好我自己看得懂 那個BUG到底出哪裡 所以呢 我可以很快的把那個 程式錯誤的點 把它快速解除掉 OK 所以呢 當然未來 寫程式一定是會越來越簡單 可是 說真的簡單 也不可能完全都不需要 任何 做什麼事情吧 你至少要有一點基本的知識吧 OK 所以請各位呢 試著把剛剛的VBA 有沒有 其實我剛剛清除 是把上面這個負字貼過來 把後面的公式 改成兩個雙以後就清除了 OK 那最後呢 再把這個按鈕改動 這樣就OK了 好 那不過 其實 VBA的寫法不只一種 所以最後的話 當然我在 雲端上還有另外一個寫法 難度會比較高 就是說呢 除了輸出公式 你會發現 這個公式 這個裡面是這個結果 有沒有 公式會看得到 所以你優標只要放在 任何儲存格裡面的話 上面一樣會 看到公式 可是喔 如果你假設 是希望最後做出類似像這樣 就是 我不想看到那個 就是公式 我可以把它改寫成就是像 最後呢 像刮鬍字串 那這個刮鬍字串的話呢 最後假設我希望 改寫成這樣 然後有什麼差別呢 這可能還是要改一下 然後 然後最後如果我希望 做出另外一個 叫刮鬍字串 它沒有公式喔 我把這個拿來改 這個把它貼 最後是希望做出 最後一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的話 就不是刮鬍字串底線公式 而是一個 刮鬍字串 那這個刮鬍字串 最後顯示出來的結果 跟剛剛有什麼不一樣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清除的 輸出公式的話 這邊會看到公式 可是如果用刮鬍字串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這個裡面呢 為什麼 只會顯示它的結果 那如果裡面完全是空的話呢 它也是空的 也就是說呢 我不是輸出公式 而產生的結果 而是我在 在VBA裡面 就先把資料處理完畢 然後呢 把資料呢 再丟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的過程 OK 但難度一定比較高啦 如果你用 輸出公式嘛 反正你公式做好 這丟進去就OK了 什麼事都不用管 但是 如果你用這個寫法的話 那你要知道說 那我要怎麼樣 把原來 Essale裡面用到的那個 函數 轉換成VBA裡面的函數 所以其中最 第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尋找我用fine 可是VBA不是用fine 它會用另外一個函數 叫instry 這個instry函數的話 它用法跟fine很像 但是參數剛好顛倒 那怎麼做啦 第一個啦 我們來看一下 你說瓜物資料怎麼寫 第一個 我們第一個step 是這個啦 我先直接回到這邊好了 如果假設我要寫 先輸出第三屆冠軍好了 那我可以先這樣 就是說我先 寫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的話 就是第一個 A A 裡面放的是什麼 就是找到那個 這個儲存格 A3好了 裡面有錢瓜糊 所以你會發現喔 裡面我用了一個什麼 一個函數叫做 instry VBA 點 instry 那你 第一個啦 為什麼要VBA 以後如果你想知道 VBA裡面有多少個函數 其實你打個VBA點 它就出現了 那其中的話 有一個叫instry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找 資料 有點像fine函數 那找的話呢 第一個 他需要給他什麼 你要去哪邊找 我要去這個儲存格 所以你跟他講 這個儲存格怎麼指向呢 叫sales 第幾列呢 第三列 的A欄 有沒有 然後逗點 找什麼 找 錢 錢瓜糊 所以你就給他一個錢瓜糊 然後在一個後瓜糊結束 這樣的話呢 他就知道說呢 你找的位置了 最後前面為什麼一個A A的變數 自己取的名稱 A 裡面就放他在第幾個字 所以A會得到的是什麼 得到3 那B的話呢 會得到 這個應該是9 所以呢 如果A跟B有沒有 有了之後的話 我再把它 輸出結果 所以後面一樣是用mid 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 A加1嘛 A加1指的就是 錢瓜糊的位置加1 這跟剛剛蠻像的 那B-A 那指的是後瓜糊的位置 減掉錢瓜糊在減 減1嘛 所以如果你輸出的話 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B3 所以Sales 三列 B欄 執行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這邊會得到第3個冠軍 那你說老師 這樣OK 這個 已經有一個 那如果第2個怎麼做 那當然 你當然不是說 再換下一列 下一列的話這邊改3 3改成4嘛 所以 一樣的道理 我們直接在這邊加一個回圈就可以 回圈範圍一樣是 for I 等於 什麼 2到10 有沒有 然後呢 底下Enter兩下 然後打一個Nest 反正就是把 剛剛的動作包在裡面 然後按個Tab 並且把什麼呢 把這個3通通改成I就可以了 OK OK 那理論上 有沒有 這邊好像有4個3 通通改成I 那現在執行之後的話呢 看一下結果 OK 我先一樣把它清除 那你會發現 執行完之後 馬上出現有BUG 那你按一下增錯就知道 增錯一下 那為什麼錯 因為A A等於0 B A也等於0 那為什麼A跟B等於0 因為如果當I等於2的時候 他是先找哪個資料 找這個趙大鵬 那趙大鵬裡面有錢瓜五嗎 沒有 沒有就0 B也是0 所以錯是錯在哪裡 因為呢 這個參數 這個把它全部加在裡面 負1 負1是負1個字 負1個字 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特別注意 最後可能要加一個邏輯判斷 避免錯誤 我們必須 在 你要切字串之前 先加一個if 如果什麼呢 假如A 什麼情況下才會去切字 就是當他不是0 不是的話記得小於大於 不等於0 控一個lan 然後呢 你才能做下面的事情 不然的話呢 你就是直接跳過就OK 底下記得加一個 n的if 也就是if有頭有尾 中間是有點像一個閘門 這個就是條件 所以我把這個 錯誤的地方往上移動 把它上拉 一行 讓它重新判斷一下 因為A現在等於0 所以如果他是0 所以這個邏輯是不是為true 不是嘛 不是會怎麼樣 你就 我按f8 f8是下一行 他就跳到哪裡 跳到end if了 他就不會跳到裡面去了 所以會避開什麼 如果當他沒有刮斧的時候 他就 不會跑到裡面去 而產生了錯誤啦 所以喔 最後我們加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有點像ifl的邏輯 OK 其他全部跑完之後 結果就OK了 所以最後的話呢 請各位再加上一個這個 不是輸出公式 而是利用vba裡面的一個 insuit函數 取代fine函數 而得到的結果 那這裡有個比較重要的就是 加一個邏輯判斷 避免什麼 當a等於0 其實這邊應該或者 b等於0 不過我是覺得 判斷一個a應該就夠了 所以我就是用 a假設不等於0的情況下 才能夠去切字串 OK 那最後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把 函數 聚集 vba做完 記得喔 將來你在存檔的時候 請記得一定要存成 啟用聚集的活業簿 不然你剛剛寫的vba 就全部 跟聚集錄製全部消失 記得不要存錯檔 OK 那今天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 先到這裡好了 記得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就是 期中考週 然後